欢迎收看每日财经简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本地市场情况 那么昨天澳洲股市在周三是再一次出现下跌 截止收盘的时候呢 澳洲200整体指数是下跌了1%左右 各盘面上来看呢 以银行股下跌较多 其中金融工业呢 也是大幅下挫 最终呢 仅有采矿股是出现了微微的上涨 那昨天上证指数也不幸 是跌破了3200点 上上海收盘的时候呢 是收在3197点 下跌幅度为0.17% 深圳方面也同样下跌0.14% 成交额呢 也只有2400个亿左右 在其他方面与亚洲相反的是呢 欧美股市昨天是再一次上涨 而且涨幅比较可观 英法德三个国家最少的上涨1.2% 最多上涨1.6% 美国三大指数也同样是再次上涨 其中道琼斯是再一次创出历史最高 虽说涨幅只有0.7%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 欧洲指数上这个美国的三大指数中的 道琼斯也是达到了21540点的高度 那么其他市场上的黄金和价格呢 基本维持不变 而石油价格昨天是上涨1%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热门话题呢 就是现在这个我们知道呢 投资产品里面分为地产和金融 咱们最终还是因人而异 那我在节目中很多时候跟大家说到 很多的投资氛围 有很多的基础的观点 但是对于收音机前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来说 一个怎样的投资组合是比较合理 并且是合适的呢 那说到这个合理呢 其实我们知道它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就像每个人的脾气和性格不一样 在投资上呢 也会有不同的组合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可能相信地产和金融呢 是我们最常见的选择 而且大多数人呢 应该是把自己大部分的这个投资 都选择在了地产上 这从长期来看呢 的确也是没有错 但是对于大部分我们所平时熟知的 报纸上电视上媒体上 看到那些富豪或者是投资家们呢 他们投资的比例却刚好 和我们普通人是相反的 我们普通人可能投资在这个房地产上 高达70%以上 30%呢 可能是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市场 而大部分的富翁也好 或者说投资家也好 他却截然相反 他是70%选择在了这个金融市场上 仅有30%呢 或者说更少是选择在地产投资上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本质源于说白了 无非也就是一个预期收益的概念 那如果我们普通人并没有其他的门路 没有其他的方式方法或者是项目的话呢 我们能做的 在我们看来稳定一些的 可能也就是一个地产或者是房子 你投到金融市场里去 我不了解 没有时间 有可能会亏损 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房地产 那么对于那些成功人士或者是富豪啊 投资家来说 他们手中有大把的项目 其回报率远远超过从房地产上带来的回报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资本以逐利为目的 这个资金自然就会流向了高回报的地区 地方啊 但是呢 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 明知道这个 比如说是股市里面 一天有一个涨停板 一年房价20%上涨 你可能两天就能回来 但是很多人并不敢把大部分资金投在上面 其原因就是呢 心中没有底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呢 每个人对于这个比例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那我们之前说过的分散投资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中国的首富王首富和马首富 他们现在的各自的这个下属的公司 已经分散在了各个的行业 那么是成功人士是这么做的 像我们这些小散户自然也应该向其学习 如果是地产不要全部压上 如果是金融也不要全部压在市场里 尽量做到这个风险的分散和行业的分散 但是在投资比例上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因人而异 就看我们是熟悉哪一部分比较多 如果我们本身从事的就是地产相关 那么投资地产来说 对我们就是清澈熟路 那如果我们本身呢是从事的金融行业 或者是其他的相对似于这个银行啊 证券啊保险这些 那自然你会选择在金融市场里比例占的大一些 那如果我们既不懂地产也不懂金融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 在我看来可能还是以保守一些较为妥当 所以说呢你说投资金融和地产 到底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 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 但是总体上来说 我一直跟大家提倡的是呢 低风险要占据我们大部分投资中的50%以上 因为可能收听我们节目也好 是我们的客户也好 99%呢咱们都是属于散户等级 那么散户我们就只有有限的资金和有限的精力 和有限的人脉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切记呢不要太贪心 咱们华人有句话叫做心胸命穷 说的呢就是这个太过于贪心 往往会导致呢把原来能够获利的机会 反而丢失掉成为损失 那么这个最后呢我们也说到 再多说一点就是呢 在金融市场里面呢大家不要千万觉得这个风险很大 随时啊有可能本金啊血本无归这样的情况 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金融市场里面呢 也有很多稳定回报或者说呢低风险的产品啊 咱们所熟知的一些养老金投资 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就创造了稳定回报在百分之八 至百分之十 而且相对能持续这么一个比较有效的环境 所以我们的投资者如果也能效仿这些投资 那这种投资组合类型 也做此分配 那么我相信啊 在长久以后当我们轻车输入之后呢 在金融市场里的回报率一定能够超过这个房地产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产品 就是昨天我们说到的黄金 这张图是昨天的图啊 我们说到黄金价格在一小时中已经快要达到了1223 只差一点 那么在过去的24小时来 我们来看一下 到了今天 这个图呢 黄金价格已经一次上去回测一下 第二次 目前是第二次走上了1223 也就是我们昨天所说到的中等级别的上涨信号 那么目前呢 仅仅只剩下最后一个等级 也就是啊 这个1230到31附近的这条红线啊 如果连这条红线都上呢 我们相信黄金将最终出现一个至少是短期级别的上涨信号 所以说投资者们呢 今天可以这么选择 如果是创了新高大约是1226以上 可以暂时少部分进场 等待在穿破红线1230或者31以后 再加仓进场 那么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晚上的12点钟 美国的PPI 以及他的首次失业金申请人数 到了12点30分 是美联储耶伦在国会作证的第二天 今晚呢 对于这个非美货币 尤其是英镑欧元 加元美元 这些货币来说 将会有较大波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欢迎订阅 但赖闹 或者派被整个前都 对于全声描进 behavioral 对于整个ئ겠죠 farmers